VIOX20全面屏深度评测 下集 来看看机身正面细节由于屏幕拉长 额头和下部变窄 VIO正面腰圆指纹识别 后面键被转移到了背部 尸体按键也变成了虚拟键内置到屏幕当中 全面屏风潮着实吐集了一把虚拟键 不得不说 尝了之后的旗舰手机上 很难看到实际键了 听筒细节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么窄的额头上 VIO竟然也塞进了前置柔光灯 不过这只是一个柔光单摄哦 可以看到 尽管没有像像Mix一样萧掉额头 依旧采用了18-9的全面屏设计 VIOX20的屏占比依旧很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官方数据 VIOX20的屏幕屏占比为85.3% 相比小米MIX2的88.8% 只差3.3%啊 相比普通手机的按键位置 为了照顾被拉长的屏幕 VIOX20的按键更靠下一点 方便手下的用户使用 不过除了熟悉的耳机孔之外 你还能找到更熟悉的Micro USB接口 考虑到今年已经是2017年下半年了 VIO并没有采用Cup-C接口 多是有些人费解啊 依然是金属流行的一体化 助复其身 上下穹顶流行贴线 不过VIOX20的黑色版本的贴线 与背面的颜色色差较小 一体感也非常不错 以及随着全面屏的流行 而重新流行起来的背面指纹识别 在屏下指纹识别技术真正实用化之前 估计指纹只能放在这儿了 细腻的金属磨砂手感 也就说细腻出滑 加持符合手掌弧度的背面设计 与之相同的下尺寸更窄的西身 尽管VIOX20有6英寸大提身 也不会给手带来更多的负担 VIO后置摄像头2400万像素 加500万像素双摄像头 但是24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默认两颗像素合成 一颗1.28微米的大像素 以1200万像素进行输出 当然您可以独立开启2400万像素 以2400万像素进行输出 不过由于单像素的大小过小 并不推荐在光线不充足的环境下 用拍摄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 小编觉得是两个原因 一是线下交易者 对于高像素摄像头的市场需求 不管如何 像素越高卖得越好 二是VIO也兼顾了暗光下拍摄效果 所以才使用了 二像素合一的办法 默认1.28万像素输出 这一提的是 没有差20 30分钟即可冲入55% 半个小时冲入过半 不过可惜的是 VIOX20已就抢了microUSB接口 并没有使用Type-C接口 总结 VIOX20依然贯彻了VIOX系列的大众化基调 依然熟悉的基础机身穷顶天线 背面指纹以及潮包设计 让消费者没有拒绝它的理由 与消费mix那样的K科技调性不同 VIOX20身上的全面屏 只是作为一个流行元素出现的 骁龙660 接近12万的跑分 让这个昔日的终端系列 变成了准旗舰芯片 特别是全球独一辈的 王者荣耀特殊优化 让许多玩家去制作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